欸嘿你肯定在想哇KZ回來了嗎 很抱歉今天不是我正式回歸YT的日子 本頻道沒有回歸定期更新 只是今天我突然有空可以來做一支影片 所以大家就當這支影片算是額外賺到的吧 嘿大家好我是KZ歡迎來到我的體育世界 這是賽奧簡報第61集 賽奧簡報是每次羽毛球大賽都會準時更新的節目 如果你們想錯過台灣選手戰羽毛球大賽的精彩表現的話 歡迎訂閱才不會錯過 在我佔領YT的這段時間內 台北300賽以及加拿大300賽相繼落幕 美國300賽也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開打當中 今天這集我們就來簡單聊聊這三週所發生的比賽趨勢 包括在台北300賽打進決賽的蘇利洋 到底是昙花一現還是星星崛起 加拿大300賽三口鍵的絕地大逆轉 以及小森終於奪下本機手冠 最後就是目前的美國300賽 林俊逸能否在一票高手中殺出重圍未免冠軍呢 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賽後簡報吧 首先是兩個多禮拜以前的台北300賽 老實說今年感覺台北賽沒有出什麼大新聞 跟去年一堆選手抱怨時速交通的樣子 成了鮮明的對比 不知道是今年主辦方真的進步了還是選手懶得抱怨了 無論如何這一次的台北300賽台灣成手最終拿下一金三贏的表現 跟去年的兩金一贏差不多 其中比較可惜的是羊肉爐在南雙的決賽被逆轉 不過其實那場比賽羊肉爐三局的大部分時間其實都是落後方 只是第一局18比20的時候連拿4分逆轉才驚險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雖然一路落後的情況下奮力追平16比16平手 但後續還是無力回天 值得提的是羊肉爐在這次決賽之前四戰都是內戰獲勝 雖然對於奧運基本來說有不小的幫助 但是對於他們狀態的判讀參考性不大 他們也的確在隔州的加拿大賽 次輪就被一個沒有什麼成績的丹麥組合給爆冷淘汰 至於南丹的蘇利昂就真的比較讓我吃驚了 今年21歲的蘇利昂在今年之前打過4場的超級賽全部敗北 今年泰國300賽才拿到了超級賽生涯首勝 中國100賽首次打進8強 而這一次的台北300賽更是打進了決賽 隨後的加拿大賽雖然首輪就被淘汰 但是美國300賽也成功打進8強 過程中也擊敗了吳家朗、汪洪陽等實力不錯的高手 成績穩定的在進步 那蘇利昂真的是真才實料嗎?還是只是昙花一現呢? 以他在台北決賽敗給瓦多約的輸法來看 相比於其他的台灣男男選手來說 蘇利昂的腳步輕浮靈活 小碎步很多很雜 能夠快速的變相以及變速 是我覺得他最大的優點 同理他的往前鋪往的速度非常優秀 機會都抓得很不錯 蘇利昂他的扣殺球位一般 落點也不算貂轉 對於瓦多約的威脅不算大 不過他的缺球的控球就很不錯 殺切變換的掌控能多多少少掩蓋他扣殺球位一般的烈士 而他最大的問題我認為是手腕力量不足 當蘇利昂在被打轉身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單靠手腕的力量 就直接把球往後場做擺脫的動作 導致拉掉過淺被殺穿 那如果蘇利昂是被打反拍的轉身的情況下 手腕力量不夠就算了 但是他連正拍都沒有辦法做到 就有可能是因為前臂的力量訓練不夠 那也因為手腕的力量不足 他的接殺擋網非常容易掛網 只要讓瓦多約能夠全力的起跳扣殺 蘇利昂一定會被打穿 讓瓦多約即使在第一局的烈士場地 也能握有扣殺的主動權 第一局蘇利昂還能夠靠場優方勉強維持住分差 甚至一度還以21比20有局末點的機會 但是第二局換到了烈士場地 分數就直接被拉開了 是這場比賽敗北的主因 以純球技的角度來看 手腕以及前臂的力量訓練 我認為是蘇利昂所最缺乏的 不過其實蘇利昂最大的問題 以及烈士都不是這些 蘇利昂他最缺乏的 是一整年世界各地來回跑的超級賽經驗 在今年之前 蘇利昂打的都是挑戰賽成績的比賽 從今年才開始打超級賽 會頻繁地對決世界最頂尖的好手 蘇利昂每一場比賽都必須全力以赴 才有獲勝的機會 體能的消耗肯定會比第一層級的比賽來得高很多 怎麼維持住高水準的競技狀態 才是蘇利昂今年最重要的課題 聊完台北賽我們就來聊加拿大賽 球後山口倩在決賽面對伊瑟龍的比賽 非常精彩 第一局山口倩19-16的大優勢的情況下 被伊瑟龍連拿3分追平 眼看就要被逆轉 結果還是被山口倩給頂住了 第二局伊瑟龍靠著勾對角 切球以及殺球的精湛球技 一度打出了15比11的領先優勢 卻瞬間化為烏有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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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另外奪冠的還有小森 本季小森的狀態低迷 在加拿大300賽之前 小森今年的戰績為10勝11敗 連5成的勝率都沒有 排名更是一路從前10名 調到了20名以外 這次一舉奪冠 算是令人蠻意外的 過程中更是擊敗了昆拉伍特 西本拳泰 以及李世豐三位 本季都奪冠過的選手 以300賽的來說 含金量非常的高 而他的排名也暴衝了7名 來到第12名的位置 決賽上 第二局森更是在16比20的局末點之下 連拿6分上演絕地大逆轉 Good digs Oh what a net Get back in it It's in the net Fantastic hits Oh wow 特別是最後兩分都是擦網的幸運球 讓李世豐沒有任何反擊的機會 巧森在幸運女神的幫助下 成功拿下了本期走冠 讓男單的局勢又變得更加的混亂了 截至7月15號為止 17戰的巡迴賽裡面 總共有15個不同的冠軍 只有安塞隆跟昆拉伍特拿了兩冠 其他都是不同的冠軍 年中賽積分前8名 甚至還看不到安塞隆的影子 而本季同樣是拿了兩冠的昆拉伍特 也僅僅排在第6名的位置 跟去年很不一樣 去年全世界都在爭天下第二 因為安塞隆實在是太強了 但是今年的男單霸主尚未出現 可能還是要等到市井賽才能夠改觀定論了 最後就是目前正在開打的 美國300賽的經濟形勢 男單的前世總指會失4強 衛冕冠軍林俊逸本季第三度打進4強 今晚凌晨要打的是昆拉伍特 估計會是一場硬仗 昆拉伍特的防守估計能對林俊逸產生比較大的威脅 如何在進攻被守下之後還跟得上節奏 是林俊逸突破昆拉伍特的關鍵 女單的F4都不在的情況下 狀態勇猛的伊瑟龍看起來是奪冠的大熱門 只是伊瑟龍他上週也打進了決賽 今天會是他在10天內的第9場比賽了 連續兩週的密集出賽 讓本來體力就不算出色的伊瑟龍 將會面臨不小的挑戰 今晚他要面對的是擊敗新度的高訪節 男雙方面將會上演台灣的內戰 至少會有一組進決賽爭冠 本季台灣有三組的男雙打進過決賽 卻全部落敗 希望這次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而女雙則是有情形組合打第一種子的丹麥組合 而最後就是混雙也是台灣內戰 其中宣方組合在16強打贏了11例同樣強勁的中國組合 本季台灣混雙打了兩次決賽也都落敗 就看這次能否一局奪冠吧 那再次提醒 本頻道沒有回歸定期更新喔 所以不要再問我什麼時候才會繼續更新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 謝謝大家今天來的題材 我是KC馬下次再見 Peace out 請訂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